远嫁儿媳妇被公婆殴打,无可奈何拨打大哥电话求助。 我现在,浑身都是伤,疼得我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就因为这样,我现在不得不躺在医院里,可医院却说如果今天凑不够手术费,他们就要把我赶出去。 你能想象吗?我都已经一天没吃过饭了,肚子饿得咕咕叫,身上又疼得要命。 大哥,我知道你平时很忙,但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,你能不能来医院看看我? 就当是帮帮我这个可怜的妹妹吧。对了,我还需要三万块的手术费,我真的急需医药费,没有这笔钱,我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。 还有,如果你方便的话,能不能顺便给我带点好吃的? 我现在真的是又饿又累,感觉自己快冲不下去了。求你了大哥,你一向最疼我了,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。 什么?妹妹,你怎么被自己的婆婆打了呀?他们一向不是对你很好的吗? 我记得上个月过去看你的时候,他们可是主动下厨给我们做饭菜吃的,这到底怎么回事? 哎,我真的受够了,这一切都是假象,都是骗局。 你们来的时候,他们对我百般呵护,表现得无比体贴。 可等你们一走,他们立刻换了副面孔,对我呼来喝去,让我坐着坐那。 而我,作为一个远嫁过来的媳妇,在这里举目无亲,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,只能任由他们为所欲为。 更让我心寒的是,我的老公也完全不站在我这边,他们甚至威胁我,如果我敢把事情告诉你们,就见我一次打我一次。 可是我现在真的忍无可忍了。 妹妹,你放心吧,既然你现在不愿意说,那我去医院找你,到时候大哥一定会陪你做主,你等着吧,我马上请假去医院照顾你。 谢谢大哥,对了,你记得来的时候,带三万块医药费,还有点好吃的,我现在真的顶不住了,谢谢大哥了,到时候我出院了,会双对还你的。 哎呀,你这是什么话呀,还谢什么谢,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,现在你居然落得这样的下场,真是让人生气。 说到底,这都是因为你不听爸妈的话,自作主张造成的,我本来想告诉爸妈,让他们好好教训一下那些欺负你的人,可又怕他们知道了晦气的抄家伙打人,所以还是算了吧,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你,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你真是让我们担心死了,以后可得好好听话,别再让我们为你操心了。 大哥说完,立马挂到了电话,两个小时后。 大哥,你终于来了,我真的太高兴了,自从我远嫁到这里,就没有过这么开心的时刻。 你们来看我,我当然会高兴一阵子,但是每次你们离开后,我就会感到坎坷不安。 以前,每当我想回娘家过年过节的时候,他们总是以我是李家的儿媳妇为借口,不让我回去。 这种感觉,你知道有多难受吗?而现在,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会是在这样的场合。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,我心情真的很复杂。 妹妹,你看看你,被打成这样,真是让人心疼又气愤。 那些人怎么就这么没良心啊?你刚给他们生了一个孩子,虽然是个女儿,但也是他们家的骨肉啊。 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呢?快点告诉我,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打你,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或者矛盾? 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,必须去找他们理论,让他们给你一个公道,真是气死我了。 怎么能对刚生妈孩子的母亲下这么重的手?